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Jeffrey 在今天这个科技发达的时代,编程一直都是个很火热的话题 这也是一个很多人都梦寐以求的技能 大家都想学,无论是出于兴趣还是想要转行当一个程序员 那如果想学习编程,那肯定得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编程语言 那今天这个视频呢,我整理了10个2021年最受欢迎的编程语言 我会讨论每个语言的特性、优缺点以及不同的应用的领域 视频的最后呢,我还要和大家分享一下2021年大家最惧怕的几种编程语言 所以记得要看到最后哦 第十,RUST RUST是一个高级的静态类型编程语言 现在基本可以看作是CR家的竞争者 它由2006年被Gradian Hall设计出来,然后2011年正式退出 现在主要是由RUST Foundation在维护 RUST的语言特性决定了它可以操作并且控制一些很底层的计算机的资源 比如说站和堆 并且在这些资源不再需要的时候 在编译层面就释放这些资源 所以能对内存进行一个非常高效率的利用 而且RUST并没有一个垃圾回收器,所以会非常的快 RUST也非常的安全 因为它是一个静态类型编程语言 这也就是说很多问题会在编译的时候被查绕出来 编译器自带的一些功能也确保了RUST不会像C和CR家那样子很容易的发生内存泄漏 应用也非常的广 它因为原生支持并发,所以非常的适合用来网络通信 而且这门语言非常接近底层 运行的速度非常快 所以很多时候会被用来开发实时的系统 它也拥有直接控制硬件以及内存的能力 这也就代表着它可以被用来嵌入式开发 用RUST的公司挺多的 比如说Mozilla 也就是开发Firefox冷暖器的公司 NPM和Dropbox 但是RUST这门语言对新手特别的不友好 因为他的语法非常的晦涩 有很多小细节如果没有处理好的话就会出很大的问题 第九名Colin Colin是一门静态类型编程语言 在2009年的时候由Jetbrain推出 设计Colin的初衷是在开发手机软件的时候比Java表现要好 Colin是Android App的主要开发语言 所以你如果想学Android开发的话 学Colin是肯定可以的 而且Colin的语法特别的简洁 而且表达力很强 表达力强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看一段代码的时候 你能马上知道它是做什么的 而不像一些比较晦涩的语言 就表达力不太强的 你看了很久你都不一定知道它在做什么 它还可以和Java混合运用 也就是说你可以在个Java的项目里面 慢慢的加入Colin的代码 它照样是能编译而且运行的 Colin还有非常好的IDE的支持 比如说Android Studio 因为Google指定Colin是官方的开发Android的语言 所以Google那边是有一套很好的学习Colin的资料的 你如果去Google的网站 那边就可以看到有一整套学习Colin的教程 而且教你怎么开发Android App 很多公司也现在都在用Colin 比如说Google Netflix Airbnb 而且Colin也能做很多的事情 比如说网页 App 服务器后端都能写 Colin并没有什么非常直接的缺点 然后硬要说的话就是它的需求没有Java大 所以你如果学了Colin 可能找工作没有Java那么好找 18名 Swift 不是这个Swift 是这个Swift Swift是开发iOS App和macOS App的主要语言 所以你如果想成为一个iOS开发者的话 是肯定得学Swift的 Swift语法非常的简洁 简单易学 而且非常的漂亮 它也非常的快 因为苹果在这方面做了特别的优化 所以当Swift原生跑在苹果设备上面的时候 能取到非常好的效果 苹果还开发了一个东西叫Playground 这是一个现成的环境 咱们可以在上面写Swift代码 上面还有特别的好玩的课程教程 那一步一步的教你怎么写Swift代码 这个非常适合初学者 你们现在看到的所有的苹果的App 都是用Swift写的 但是这门语言由于非常的年轻 所以它对一些早期的iOS系统接触性不是特别好 而且因为用的人比较少 所以你如果有什么地方不会的 你去百度或者Google上面搜 能回答你的人和答案 就相对来说比较偏少一点 第七名 C Sharp 这个语言稍微越点老了 是Anders Halsberg在2000年 孩子为微软工作的时候 开发了静态类型编程语言 C Sharp全面支持面向对象编程 也就是OOP 这点跟CIA加和Java特别的像 而且它特别的安全 和Downit一起可以支持多线程与并罚 它还具有垃圾回收器 所以你并不需要去担心内存泄漏的问题 所以就提升了开发的效率 C Sharp还支持Lambda表达式 这也就说明了你可以用函数式编程 你还可以用C Sharp和ASB Downit加在一起 来开发网站的后端 然后还可以开发Windows的桌面App 你甚至还可以用Unity开发游戏 很多的公司也在用C Sharp 比如说微软,StackOverflow和惠普 C Sharp也有些优点 比如说它比较慢 它就比C++要慢 而且C Sharp太依赖Downit框架了 它如果离开了Downit框架 它基本什么都做不了 所以也基本只能在Windows下面工作 而且国内的C Sharp的需求一般比较低 所以你如果会C Sharp 它在国内可能不是那么的好找工作 相对于其他的编程语言 比如说Java来说 C Sharp这个名字取得也奇奇怪怪 你们看这个符号应该叫它什么呢 应该叫它 请号键 还是叫它Punky 还是叫它Hashtag 反正我第一次念的时候 我是全部念错了 因为我没有想到这个竟然会念Sharp 第六名 Go 这个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火的语言 它的官方网站叫Golain.org 所以很多人也会叫它Golain 但其实它是叫Go 它是在2007年的时候在Google开始的研究 然后2013年的时候正式发布出来 所以是一个非常非常年轻的静态类型变成语言 它在语法上面看上去特别像C 但是比C多了很多的特性 而且它非常的简单易学 非常适合初学者 然后它还非常的快 可以直接编译成二进制 然后能在机器上面跑 而且Go也因为在语言层面上支持了多了并发 这也让它在云计算和网络通讯方面 有着天然的优势 Go还特别适合用来开发网站的后端 因为它有特别多开箱集用的功能 以及对其他技术的支持 现在有非常多的公司都在用Go 比如说字眼跳动 腾讯 Google Netflix Microsoft Facebook等等的公司 因为Go本身语言就特别简单 所以它相对来说就缺少了一些特性 而且因为它还特别年轻 所以相对于其他更老的语言来说 它的生态就相对来说没有那么的好 Java 这个是个非常受欢迎的变成语言 用的人也非常的多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 它是个面向对象 而且是静态类型的变成语言 Java是James Gosselin在1994年 还在Sign Microsystem的时候开发出来的 然后Sign Microsystem在2010年被Oracle收获之后 Java就变成了Oracle的资产 Java非常的健壮与安全 而且它非常的面向对象 所以很灵活 也非常好理解 并且逻辑服用性也非常的强 它也没有像C++有那么多需要照顾到的小细节 然后也有垃圾挥收器 所以就不用去管指针内存泄漏什么等等的问题 Java的生态非常非常的繁荣 它有很多晚上的最佳实践和对很多问题的解决方案 Java运用也非常的广 很多时候会被应用来一些网站的后端 然后也可以来一些Android的App 然后还可以用在大数据上面 比如说Kafka Kafka是LinkedIn一开始内部开发 然后后面开源出来的一个传输数据的一个软件 然后它正好也是Java写的 用Java的公司也特别多 比如说阿里巴巴 美团 Uber Airbnb Google等等等等 第四名 SQL 很多人也会说是SQL 它代表了Structured Query Language 这个语言专门用在数据库方面 用于对关系型数据库进行交付和管理 每个App基本都会有最少一个数据库 而大部分的数据库也是关系型数据库 所以SQL是一个非常非常实用的技能 如果你想要去找一些数据库方面的工作 比如说DBA或者想开发网站的后端当一个后端工程师 SQL几乎是个你必须会的技能 SQL上手非常简单 语法也特别简洁 非常接近英语的一个平常的用法 所以很符合咱们人的直觉 但是当你学习SQL到一定深度的时候 其实是会有些难度的 因为你会碰到一些数学的概念 比如说关系代数和关系积分 这两个是SQL的理论基础 如果你想写出更好更复杂的SQL检索的话 学习这两个知识 会让你更清楚的明白背后的逻辑 第三个就是HTML和CSS 这两个其实并不能被非常严谨的称为编程语言 它们其实更像是标记语言 HTML是Hypertext Markup Language 也就是超文本标记语言 它专门是用来展示网页里面的内容的 比如说文字、图片等等等等 然后CSS是Cascading Style Sheets 也就是层叠样式表 它主要是用来装饰有HTML标记的网页 这两个语言运用的范围非常非常的广 所有的网页都是这两个语言组成的 包括你们现在用来看视频的这个网站 也是这两个语言写的 如果你们想学习怎么写网站了吧 或者成为一个前端工程师 这两个语言是必须要会的 HTML和CSSROOM的话非常的简单 网络上也有数不胜数的资源 但是HTML和CSS这个语言其实有些很繁琐 就是你如果写个网页的话 会有非常非常多代码 有时候看起来会比较乱 那既然讲了HTML和CSS 咱们怎么能放过它们的好机友 也就是第三名 TypeScript TypeScript是由微软开发并维护的一门语言 你们是不是觉得TypeScript和JavaScript 怎么听起来这么像 没错 TypeScript是JavaScript的超级 它在JavaScript基础上 加了一层类型系统 所以所有的JavaScript都是合法的TypeScript 所以说JavaScript也是TypeScript的字集 如果你们不懂超级的字集是什么 请出门左转 捡起你们的高中学书 然后重新复习一下 集合这个概念 所以说JavaScript是一个动态类型语言 而TypeScript是一个静态类型语言 动态类型语言 就是说你在写代码的时候 每一个对象和每一个变量 你是并不需要去指定它有什么类型的 你只要写就行了 编译器都不会去检查你这个对错 而TypeScript就是在这个上面加了一个类型系统 而增加了这个项目和代码的可维护性 安全性以及健壮性 TypeScript学习起来特别简单 它语法很友好 表达力强 而且语言特性非常丰富 而且你如果已经会JavaScript 我打赌一块钱 你可以在两个小时内学会TypeScript 然后达到一个可以上手写项目的程度 TypeScript使用的场景也非常的广 你可以制作网页 比如动画效果 3D和写服务器的后端 如果你想成为一个前端工程师的话 那么学习这门语言将会是个非常有用的技能 很多现在的前端框架 也渐渐都加入了对TypeScript的支持 比如说React和View 至于Angle的话 它出生的时候就自带TypeScript了 但是还是有一部分人 他更喜欢用JavaScript 而不喜欢用TypeScript 因为这个也没有写对写错 只是一个偏好的问题 因为的确事实 加入类型之后 写JavaScript就不如之前快了 你得写很多额外的代码去支持那个类型 我还是更喜欢使用TypeScript 因为类型检查真的能给项目增加更多的安全性 而且也能让项目上线的时候 给我增加更多的信心 其实是有一个paper去研究这个问题的 就是你们得出的结论是 TypeScript能比JavaScript平均来说减少15%的bug 接下来就是我们的King 第一名Python Python是一个动态类型的面向对象编程语言 它由1989年Hito Van Russell设计出来 Python非常的易学 它的语法非常的简单优雅 所以对初学者可以说是特别的友好 我觉得Python非常适合作为一个初学者的第一门语言 因为它既可以让你体验到编程的有趣和艺术 又不用去管一些比较麻烦的小细节 比如说指针啊内存管理 然后类型什么的 Python还有一个特别高纳上的用处 也就是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 现在大多数的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的框架和算法 都是用Python实现的 当然你可以用其他的语言 比如说用R或者用Julia 但是大部分还是基于Python的 所以你若想学这方面东西 你想学机器学习或者人工智能 你肯定是得学Python的 但是Python也不是毫无缺点的 它因为是动态类型的一个编手语言 所以它的稳定性不佳 反正我以前写项目的时候 我基本是不用Python的 因为Python它在编译的时候 并不会告诉你会出了什么错 你甚至一个变量写错了 拼写错了它都会告诉你 这就会导致上线的时候会出现 你就对上线的就会没有信心 你不知道它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个错误 也有可能是因为我能力不够 所以没办法掌控一个大型的Python的项目 而且Python特别的慢 它比C++平均来说能慢个10到100倍 这是因为Python它是个解释型语言 而C++是个编译型语言 一般来说解释型语言 会比编译型语言要慢特别多 这里其实有很多内在的语言 但是我在这里不解释了 好以上就是我整理出来的 2021年是一种最受欢迎的编程语言 那有没有最让人惧怕的编程语言呢 那肯定是有的 我们来看一下吧 我们去Stack Overflow Overflow 2021 Developer Survey里面 这个蓝色的是喜爱 然后这个紫色的是惧怕 然后它看来是从喜爱大的往下拍 所以我们从下方上看就好了 最多人怕的是Cobal 喜欢的人只有15.79% 在回答的人数里面 然后有84.21%的人是很怕的 应该是50年代发明出来的 我说没记错了 应该只有一些 银行的机构会用这个 用的特别少 VBA怕的人也很多 有79.39%的人是怕的 VBA还是银行会用的一个编程语言 后面就是喜欢的人多于怕的人了 还第一个简单是Rust 看来喜欢Rust的人是远远大悟 讨厌Rust的人 那好了那既然看完就先这样吧 好了以上就今天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关注我的频道并点赞 如果你有任何不同的看法和见解的话 请在视频下方留言 那行就先这样 拜拜